这是足玉殿女技师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真实画面 当时女孩已经深度昏迷 身体还不停抽搐 随着医生的初步检查 所有人都以为女孩只是癫痫发病病无大碍 可几天后 女孩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甚至急剧恶化 直到法医的出现 才让众人得知 女孩昏迷的背后竟然还隐藏着一起性质恶劣的案件 干嘛了 我女的你干嘛了 啊 瞎了 2018年9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 江苏省苏州市吴忠分局接到一起求助报警 一家足玉殿老板报警称 女员工汪某突然昏迷不醒 疑似癫痫发作 得此警情 吴忠分局一边组织民警赶往事发现场 一边紧急联系120级救车 在众人的帮助下 女店员汪某第一时间被送到了医院 据了解 汪某是重庆人 十年三十岁 未婚凌晨一点左右 回到店里的足玉殿老板发现汪某竟躺在床上 身体还不适抽搐 感觉是癫痫发作 所以就想到了报警 为了了解汪某昏迷原因 民警对急救医生进行了询问 医生表示 汪某目前的情况极不乐观 加之时常伴有抽搐 医生初步确定是癫痫发作 对于具体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眼看医生已经大致得知原因 民警也没发现任何案件发生的可疑点 就判定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求助警警 之后 叮嘱足玉殿老板一定要照顾好汪某 便离开了医院 可出乎意料的是 两天后 无中分局却接到一家医院医生打来的报警电话 原来 在9月4日凌晨3点多 汪某的病情加重 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被转到苏州更好的医院 经抢救 汪某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但还是昏迷不醒 就在医生例行检查时 却发现汪某的脖子上有一处红丑 觉察到不对的医生在征得汪某家属同意后 向当地公安局报了警 了解具体情况后 无中分局组织法医前往医院 对汪某身体进行仔细检查 结果发现 汪某的眼瞼处有明显的出血点 这一点引起了法医的高度重视 据调查 汪某在一年前做过割霜眼皮的手术 眼瞼出血会与这个有关吗 对此 医生给出了答复 一年过去了 双眼皮已经基本形成 根本不会出现血点 同时 医生还告诉法医 癫痫发作也不会让眼瞼出血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导致汪某昏迷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为了彻底弄清汪某昏迷的真正原因 警方调取了汪某初次就诊医院的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 在2018年9月4日凌晨1点左右 汪某躺在病床上被推进医院的抢救时 当时汪某就已经处于呼吸困难的状态 同时 她的锁骨和胸骨还在不断起伏 凹陷得很明显 有这么一系列这个呼吸困难 以及缺氧的一个真相 法医判定汪某初次入院时的状态 很符合三凹症 三凹症是呼吸困难的一种表现 与癫痫的症状类似 由此 法医将汪某因癫痫昏迷的可能性排除 在结合汪某脖子上有伤痕 法医确定汪某的昏迷是人为造成的 之前 足域店老板说自己是在足域店里发现汪某的 这说明汪某很有可能在店里遇袭 可现在已经过去两天 加之汪某仍处于昏迷状态 要想第一时间知道嫌疑人是谁 并没有那么容易 随即 技术人员来到汪某昏迷的房间 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 然而 在汪某昏迷的这几天 足域店依旧在营业 房间也被多次打扫 技术人员无法提取有价值的线索 之后 警方对汪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平时与很多人接触 社会关系极为复杂 但没有突出的矛盾关系 将近期与汪某有过接触的人 进行一一调查后 发现这些人都没有疑点 一时间 案件调查陷入了僵局 为了了解在案发当天 有谁进入过案发现场 警方又调取了足域店大门的监控录像 发现在案发一两个小时前 没有任何陌生人进入足域店 由于这个足域店开在一个居民小区内 警方做了一个大胆推测 嫌疑人会不会从其他入口进入小区 之后再从居民楼进入足域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嫌疑人对周边环境肯定很熟悉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尽快调查清 嫌疑人作案的动机 警方对足域店老板以及员工做了询问 让他们回忆汪某在昏迷前 是否有什么异常举动 很快 有一名员工向警方反应 汪某平时很喜欢在手上戴一个金手镯 可在他昏迷后 这个金手镯也不在了 在此之前 技术人员勘查案发房间时 也未发现金手镯 那案发当天 汪某是否戴了金手镯呢 通过调阅监控录像 警方发现在2018年9月3日晚上23点左右 汪某走出足域店 到对面超市买水喝 在他回来的时候 其手上的一道亮光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案发当天 汪某手上佩戴了金手镯 与此同时 警方还发现汪某的手机也已经不在 综合这些线索 警方判定嫌疑人作案的动机就是为了屠材 案件性质有了准确定性后 警方梳理了案发周边的监控录像 试着从中找到可疑人员 如果嫌疑人要进入案发房间 要么走足域店的大门 要么走足域店锁在小区的后门 以此为线索 警方对这两处的监控录像进行了一一查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进入了警方视野 该男子骑着电动车进入案发小区 大约四分钟后 他有骑车从里面出来 出来之后就一直在路边闲逛 逛了一大圈后 男子才回到家 据调查 男子的家位于离现场不足一公里的小区里 他如果要回家的话 静止开车回去就行 完全没必要逛这么大一圈 男子异常行为让警方对他产生了怀疑 然而经过深入调查后 这名男子的嫌疑很快又被排除 吃那一小之后呢 然后喝了酒 喝了酒之后呢 这个行为就是可能就不是不跟正常人一样了 他就是东转转西转转 男子嫌疑的排除 警方只好继续调阅监控 试着从中找到有效线索 没多久 警方又有了新发现 在晚上12点20分左右 一名男子向案发小区的后门走进 期间还不时抬手遮挡自己的面部 进入小区后 男子再也没有出来过 难道这名男子是小区内的住户 随后警方拿着监控截图 对小区居民做了走访调查 结果发现没人认识监控录像中的男子 看来这名男子并非小区的住户 但他的确进入了小区 也一直没有出来 那他又是去了哪呢 警方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 经过大量工作后 警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案发晚上12点59分左右 有一个黑影从小区的围墙外一闪而过 时间不到一秒钟 难道这个黑影就是那名男子 警方调取了黑影出现地附近的监控录像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看比对 警方确定翻墙出小区的黑影 正是之前进入小区的男子 警方通过监控继续追踪 发现男子翻墙出小区后 一路向北 几分钟后进入一个小区 难道他是这个小区的居民 但继续看监控后 发现六分钟后 该男子又从里面出来了 静止走向马路边 最后乘坐一辆汽车离开了现场 万幸的是 由于监控录像很清晰地拍下汽车牌照 警方很快找到汽车司机 据他回忆 那天晚上 自己只是在跑车 接到订单后 就将那名男子送到了苏州市虎丘区某小区 警方立即调取该小区的监控录像 并从中找到那名男子的身影 据调查 该男子名叫王某 十年22岁 这江人 在虎丘区某超市上班 进一步调查后 警方发现 王某经常到汪某打工的足余点消费 种种线索都在表明 王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由于没有实质性证据 证明王某就是此案凶手 警方并非贸然对其进行抓捕 想着嫌疑人作案的动机是屠材 得到金手镯和手机后 肯定会选择变卖 警方对王某近期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在案发当天的中午 王某账户进账14000多元 通过反查 警方发现给王某转这笔钱的人 是一个回收金银的女子 陈某 2018年9月14日 警方对陈某进行了询问 陈某承认 在9月4日那天 王某给自己发了一张照片 说自己要转卖一个金手镯 那这个手镯会是受害人王某的吗 通过王某同事以及家属的辨认 警方确认该手镯的确是王某的 至此 警方确认王某就是导致 王某昏迷不醒的犯罪嫌疑人 2018年9月14日 警方将王某抓获归案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 王某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王某供述 由于自己沉迷赌博 已经将自己的积蓄全部输光 期间还到处借了不少外债 随着还钱日子慢慢临近 无法偿还债务的王某打算铤而走险 之前 有一道王某所在的足语店消费过 看见他手上有一个金手镯 2018年9月3日 王某给王某发起信息 约起晚上见面 凌晨12点20分左右 王某来到王某所在的足语店 进入房间后 一个不注意 王某从背后勒住王某的脖子 当发现王某已经失去抵抗 王某抢走王某的金手镯和手机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王某为了满足私欲 给王某以及王某家人带来莫大伤害 也让他自己失去了自由 2018年9月27日 王某转入更好的医院 经过治疗 王某的病情有所好准 2018年10月25日 王某病情基本稳定 到现在 所有人都希望王某能尽快好起来 回归正常生活 请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